文明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从人类燃起手中的火种 光明穿破黑夜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光线对于影像行业来说 就好像水对于鱼 空气对于生命 作为一个摄影师 更好的光线品质 就能够为我的作品 带来更好的视觉展现 啊哈大家好 我是Edan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影视光线 一说到光线的品质 大家如果对影视光线有着一定的研究 一定会对这几个名词不陌生 第一个CRI颜色性指数 第二个TLCI电视照明一致性指数 但是CRI和TLCI高 就一定代表这个灯的光线 无懈可击吗 我自己选购的每一个影视的LED灯 都是CRI在95以上 可是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价格 不同的灯珠 都会带来不同的使用体验 而且有一些还是差距巨大 抛开其他的功能不说 我们就光光讲光线的品质 有一些产品确实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挑选影视灯尤其是LED灯的时候 需要如何避开这些表现不佳的产品呢 那今天这些影片会和往常有大概这么一点不一样 我相信会改变你对于影视灯具挑选的固有认知 那我们开始吧 那这期科普教学想法的起源 源自于呢 我之前评测一个灯的视频的时候 有一个网友这一条留言 我想一想确实很有道理 于是我买了一个这个 Sychonic C800U光谱仪 确实一个影视灯的评测 如果没有这种检测仪器的数据作为支撑的话 光光凭借我个人的使用感受 去定义这个灯的光线的品质的好坏 确实是有一点不够严谨 但是光谱仪这种东西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 我当时打开的时候 那些参数我真是一头雾水 如果没有专业的色度学的这个知识储备 其实是很难玩得透的 于是我联系到了这个南光研发部的老哥 跟他们沟通了一下我的想法之后 他们表示非常支持 并且帮我解答了很多专业方面的相关问题 能够让我顺利的做出这期影片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要在这边特别感谢南光研发部的各位大佬 那这期节目没有任何形式的商业合作 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收看 那不会出现任何的猝不及防 那今天呢我就利用这台光谱仪 给大家科普一下挑选专业的影视常亮光源 尤其是LED灯的时候 需要注意哪一些参数 那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 我刚刚提到的CRI颜色性指数或者叫显色指数 还有TLCI电视照明一致性指数 那CRI它是由这15个彩样色组成编号分别从R1到R15 每个数值最高都是100 数值越高呢就代表这个光线对于被照射物来说 它的色彩还原度越高 那大家在挑选LED灯的时候 往往会看到CRI这个参数后面跟着一个RA 或者就直接会写RA 那这个RA呢指的是它前8个数值的平均数 也就是R1到R8的平均数 那剩下的R9到R15一般不会被商家提到 那R9到R15这个呢叫做CRIRE 那尤其是这个R12作为蓝光LED灯来说 它的参数一般都是很低的 所以这个R12并不具备参考价值 不过其中R9、R13和R15 这三个颜色的还原度 很大一部分决定了肤色的还原度 但是这三个参数并不会计算到CRIRA里面 所以商家一般来说 说这个CRI默认情况下都是指的是RA 那就会造成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他会把R1到R8做得很漂亮 但是呢R9之后除了R12 有一些参数可能会不太理想 但是你从RA里面是看不出来的 理论上来说RE这个阶段除了R12之外 剩下的参数也应该非常的高 才是一个优质的LED灯珠 所以大家在挑选LED灯的时候 我会建议大家主动向商家询问一下 这个R9到R15这个RE阶段的数值 因为这些数值一般来说 商家是不会主动的写进这个产品的技术规格里面的 那TLCI这个电视照明一致性指数呢 它和CRI的测试原理类似满分也都是100分 那它更加充分的考虑到了摄像机对于照明环境的要求 那它有24个采样颜色 也就是我们常见色卡上的这24个颜色 也就是说TLCI呢 是更加针对相机对于色彩的还原度 所以我们在挑选影视灯的时候呢 TLCI也同样是一个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一个参数 那另外一个大家会关注的参数就是输出功率 那理论来说功率越高亮度就越高嘛 但是要注意有一种情况例外 就是同功率的时候双色温灯和单色温灯相比呢 单色温灯这边亮度会更高一点 一般来说双色温灯的功率参数呢 一般只是暖光灯珠和白光灯珠 同时亮起的时候的功率输出 但是我们在正常使用的时候 白光就开到5500K这样子 所以暖光灯不会亮 那如果你要很暖的时候白光灯也不会亮 所以一般来说真的在使用的时候 很少会用到功率全开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是要用双色温灯开到 比如说5500K这样子日光色温的时候 它的亮度其实是会低于同功率参数的单色温灯的 好那接下来讲一下CCT相关色温 那其实色温没有太多讲的东西 但是大家一般来说在选购 像我这样主灯的状况下 一般都会选择像5500K左右的 日光色温的白光灯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 我们通俗上广义说的白光 和色度学上的白光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通俗上我们说的白光指的应该就是 5500K左右的日光色温 可是在色度学上呢 白光指的是在黑体辐射轨迹线上的颜色 所以无论是2000K的暖光还是8000K的冷光 所以它只要在这条线上 它就是色度学上的白光 只不过有暖白和冷白的区别 那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参数 我觉得是今天这期影片最最重要的一个参数 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参数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影视灯的厂商 把这个参数写进他们对外的产品技术规格里面 但是这个参数对于影视LED灯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参数 那就是Delta UV色温偏离度 这个东西我做摄影师这么多年 我也是南光大佬告诉我之后 我才接触到的一个参数 我以前是真的是从来没听过这参数 那Delta UV这个参数指的是 这个光线偏离了黑体辐射轨迹线多少 往上偏离显示的是正数会偏绿 往下偏显示的是负数会偏平红 所以Delta UV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这个灯的绿品色偏 那Delta UV越接近零就代表 这个光线的绿品色偏越小 就代表它的光线品质越高 那我在实际的测试了我的所有的影视灯之后 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值就是0.001 大家不要觉得0.001这个数很小 但是对于Delta UV来说 超过0.001的LED灯就会有肉眼可见的偏绿 而且这个绿品色偏号 它和CRI TLCI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有的灯它的TLCI和CRI都非常非常高 可是它同样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偏绿的状况 那我个人在工作状况下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些超过0.001偏绿的灯的 因为偏绿的话非常吃肤色 因为在色轮上红和绿是类似于像互补色一样的 会相互抵消的颜色 我如果为了控制我灯的购买预算 我不得不买一些相对来说便宜一些的灯 那便宜的灯没准它的Delta UV控制的不是很好 那这种状况下我会宁愿选择往品红偏一点灯 因为至少偏品红它不太吃肤色 那随着LED灯的发展 现在一些全彩RGB的LED灯 它已经具备能够调节品绿色偏的功能了 但是对于目前来说常见的白光LED灯来说 它还是不具备这个功能 所以大家在挑选单色温或者双色温白光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Delta UV的数值是否有偏绿的状况 一定要向商家询问Delta UV的值 如果商家不懂让他去问厂商 一定一定不要买到那种超绿的灯 真的是你买到会后悔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TM30这个参数 那这个参数也是同样讲的是色彩还原度 它的采样色呢已经达到了99个 那它的度量呢有这个色彩向量图 色彩逼真度指数和色彩饱和度指数 那TM30这个参数呢对于影视灯的挑选来说 其实参考意义并不是很大 因为一般来说CRI和TLCI高的时候 这个值也不会低 那另外一个就是光谱 但是如果你的几个对比的对象都是蓝光LED灯的情况下 它其实参考意义真的不大 因为他们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 除非你对比的对象是不同的发光源 比如说这边是LED灯 这边可能是荧光灯 然后另外一边可能是乌丝灯 那这种状况下光谱就会发生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那这个等一下我会实测几种不同的发光体给大家看一下 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如果挑选是全彩RGB LED灯的情况下 其实就可以相对来说感性一点 因为RGB全彩灯它的概念和我们所谓的白光灯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白光灯为的是还原嘛对不对 可是RGB全彩灯是为了染色上色 所以它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些色彩的还原度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RGB的采光 它会在光谱上有一定的缺失 那这种缺失就会造成被造色物的一些颜色无法还原回来 通过电脑后期也是没有办法还原回来的 那比较大的制作呢剧组一般都会使用低灯 因为低灯的功率可以推到很高过一万两万瓦都可以 那LED灯呢因为这个散热技术的限制 所以目前来说它并没有办法做到超高功率的亮度输出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实测的环节 我选择了一些生活中常见的灯 还有就是不同价位不同规格的影视灯 带大家来更深刻的理解一下这些不同规格的光线 再光谱一下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那实测的第一位参赛选手 家用的白赤灯 那第二个家用的节能灯管 那第三个家用的LED灯泡 第四个这个东西我是在网上买的 商家给它定义是所谓的摄影灯 那这个东西一般都会配一个柔光箱 看起来好像是有那么回事 但是我们等一下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东西配不配被称为是摄影灯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最常用的手机的这个LED的补光灯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常见的这个自拍用的眼神灯 那也有人用它来直播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品质怎么样 那这个也是一个LED灯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之前打折买的一个 18寸的一个柔光的LED灯板 保容卡口的影视LED灯呢 比较便宜的我就是用金贝的这个 1F2代100LED灯来做测试 那贵一点的LED灯呢 那因为这期是南光给我提供的技术支持嘛 所以呢这边我们用的是 这个爱图式的C300D2代 我不是在搞事情哦 我如果这时候掏出一个南光的产品 你说这不是广告我自己都不行 那我额外还会测试一下闪光灯 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闪光灯和LED灯在光谱上有什么区别 那我会用到一个永诺的基顶闪光灯 还会用到一个这个600瓦秒的神牛的影棚闪光灯 那这个型号是比较老的 不过没关系 因为我们主要测的是它光线的品质嘛 那最后一个这个参赛选手 就是我收藏了这个 有一定年头的 2000瓦的影视乌丝灯 自带一个菲尼尔灯罩 它真的好重好重 这个是我当时去好莱坞 收破烂的时候收到的 它这个里面是一个2000瓦的乌丝灯泡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乌丝灯的光谱 那为了获得相对来说更小误差的数值 我会把我所有的灯都关掉 只留这一盏 好我们来测试一下 好那这边可以看到 它的色温是很暖的 只有2400多K 但是它的CRI和TLCI都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它的Delta UV非常非常的小 负的0.0001 我刚说的参考值是正的0.001 这个是负的0.0001 非常非常接近于0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光谱 也是非常非常的顺滑 同样CRI从R1到R15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接近满分100的参数 那可以看到这个色彩向量图 逼真度和饱和度指数都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基本上可以说 白赤灯的这个光线品质是完美的 除了色温是一个暖白之外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参数是有待瑕疵的 好那我们看下一个 那下一个参数我测的是这个家用的节能灯管 那可以看到这边色温呢 有5900K左右 将近6000K 那等于说也是一个比较接近日光色温的一个色温 但是可以看到 它的RA和TLCI都非常非常的低 然后呢这个Delta UV也超过了我的参考值0.001 达到了0.0034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色温偏离比较高的一个数值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CRI 那可以看到它的CRI也是参差不齐 很多的参数都非常的低 那尤其是在RE这个阶段 也就是R9到R15这个阶段 很多参数都特别特别的低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光谱 那它的光谱呢也是一个非常参差不齐的光谱 相比于刚刚的白赤灯来说 它这光谱就会显得非常的不理想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适用于影视拍摄的一个光源 然后还有就是TM30这个向亮图 也有很多的颜色偏离了它这个后面的正元 然后这个逼真程度也比较低 饱和度还不错 逼真程度很低 所以总体来说这个节能灯泡的光源并不适合于拍摄 那这个是家用的LED灯泡 我们测一下 好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数值 它的色温呢大概是5000K左右 也算是一个比较接近日光的色温 那RA相比于刚刚荧光灯来说是高一些的 TLCI也高一些 但是Delta UV仍然超过了我的参考值0.001 达到了将近0.003 所以它也是一个色温偏离比较大的灯 那它视觉上会有比较发绿的状况 包括现在这直接照在我脸上 我的肤色也会显得比较暗沉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CIA 那CIA这边呢 它的RA还不错 基本上头8个都在90以上 所以它的RA有到94 但是呢RAE也就是R9后面的这些数值 有一些都不太理想 那除了R12之外 R9才81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RA很漂亮 RAE不漂亮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那光斧呢 它就是很典型的这种蓝光LED灯的灯珠 蓝这边会特别的高 然后呢在青这边会稍微的损失一点 然后呢绿到橙都比较好 然后在红这边也会损失一点 这个基本上蓝光LED都长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看一下就知道 TM30呢 同样有一些也会偏离这个黑色的圆 在这边和这边 逼真度相对来说低一点 饱和度还不错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大的摄影的灯泡 带柔光箱一起卖也很便宜的那种 那么来看一下 它真的能够作为影视用的灯泡吗 好那可以看到 它的色温确实是还不错 很接近我们日光的5500K 但是呢 它的RA和TLCI都低的可怜 Delta UV也不理想 达到了0.0017 那所以我肉眼的 也是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发率的状况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CRI 那CIA肯定也是非常的糟糕 尤其是在R9只有38.3 其他参数有一些也不太理想 然后R3也才66.7 所以总体来说也非常的不好 我们看一下它光谱 那它光谱呢 和这个家用的坚能灯管 几乎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真的算是一个很不理想的光线品质 那TM30呢 同样它也有一些较大幅度的偏离于这个黑色的阵源 色彩逼真度也才85% 所以总体来说呢 你要说它是一个影视用的摄影用的灯 这完全是在骗钱 它完全就只是一个大号的节能灯 并不具备影视照明用的条件 好那下一个我们来测试一下 手机的LED补光灯 好来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参数 色温很不错 CRI和TLCI也到达了90分以上 所以也还算是一个OK合格的拍摄灯 但是呢 它的Delta UV发生了严重的偏离的状况 达到了0.0024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光谱 那它的光谱也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LED灯的光谱 也没什么好讲的 那它的CRI呢 基本上所有的数值也都还可以有到合格的状况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TM30 那这个呢 有比较大的 在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偏移 那它的色彩逼真度也没有到90% 饱和度还可以96 总体来说这个手机的这个LED补光灯 它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拍摄光源 好那下一个呢 就是大家常见的这种自拍眼神灯 或者是直播的眼神环形灯 我买的这个是一个双色温的 但是我测试的时候 还是以这种偏日光的参数来测试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我是在Amazon上打折 花了大概30多美金买到的 那这个参数其实我看来是不错的 色温也是很接近于日光 RA和TLCI也都是到了95 那Delta UV也是非常接近于0 是到了负的0.0007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CRI 那这个参数对于一个30多美金的光线来说 已经确实是不错了 总体来说大部分参数除了这个R12之外 大部分参数都在90以上 有一些会相对低一点 像这个R3R10也在88也还可以 那总体来说作为自拍或者直播来说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灯 而且它的这个Delta UV非常的理想 所以它完全没有出现吃肤色的偏绿的状况 然后呢这个TM30也就是在这个角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偏移 但是呢总体来说这个B帧指数有到91 饱和度有到103 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参数 对于这个价格的东西来说 那光谱还是一样 LED光谱都是差不多的 那接下来这个呢 是这个18寸的圆形柔光LED灯板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参数如何 色温还可以 RA和TLCI都非常高 美中不足就是这个Delta UV也将近0.003 所以它实际上体验下来 我会看到肉眼可见的发率 这个我也是买的比较后悔的灯 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RA和TLCI很高 但是Delta UV毁了整个产品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那光谱呢也是差不多LED灯的光谱没什么好说的 它CRI真的很棒看到吗 它CRI除了这个R12没有参考价值之外 其他的每一个参数 都是在大概96、97有着98、99都有 包括你看R9、97.3、R13、R15都在95以上 可以说如果单看这个CRI和TLCI 它都是一个完美的存在 但是Delta UV毁掉了这个产品 它有很严重的发率的状况 所以这个灯我基本上只会拿它拍一些我频道的素材 我绝对不会拿它去拍摄我的商单 因为这个灯光线的品质确实被这个Delta UV给毁掉了 那接下来这盏呢是金贝的EF2代-100LED灯 这个100W的裸灯头真的很亮 好我们来测一下 我把它开到最高功率 好那可以看到金贝这边的参数呢 色温还不错 RA也很高 TLCI也很高 那同样的 我之前在我那期讲LED的推荐那期也讲过金贝发率的状况 那今天也印证了我的说法 它的Delta UV达到了0.002 超出了我的那个参考值0.001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光谱 那它光谱也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蓝光LED的光谱 那CIA呢整体的CIA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值除了R12之外 每一个基本上都在95以上 R9会低一点92.2 但是总体看这个数值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 等TM30呢同样也没有发生非常大程度的偏离于这个黑色的阵源 饱和度指数很不错 逼真度指数也达到了93 之前我也吐槽过金贝的这一盏型号 大家千万不要先入围主觉得说某一个品牌都是这样 我只能说我测的这个是发率的 大家不要因为我测这个而否定整个品牌这样子非常的不理性 那总体来说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 其他参数都非常好 就是这个Delta UV偏的有点太绿了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一盏比较贵的爱图式的C300D2代 好那可以看到这个参数也是非常的漂亮 色温很接近5500K的日光色温 然后那RA也将近97 TLCI98 Delta UV也是非常的漂亮 负的0.0007 非常接近于0 我们今天其实都不讲亮度 因为我们测的东西功率都不一样 所以测亮度没有意义 那光谱也是一个很标准的蓝光LED的光谱 那CIA这边参数也非常的漂亮 那除了这个R12之外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在95以上 尤其是R9、R13、R15 也都是在很高的一个水平 那TM30这边呢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向亮图只有在这个角落有一点往外偏了 但是其他部分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逼真度指数达到了93 饱和度指数达到了102 那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光线的品质 好那接下来我要测试一下这个永诺的基灵闪光灯 那首先我要先把这个模式改成高亮的闪光灯模式 好那可以看到这个参数来说的话 色温会稍微偏冷一点 到达了将近7000K 那其他的参数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RA到了98 TLCI100 然后Delta UV也是非常非常接近于0 是达到了0.0001 我们看一下它的光谱 那因为这个闪光灯呢它是给惰性气体通电发光 所以整个光谱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顺滑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CRI的这些参数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包括像R12和R9都非常非常高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参数 那我刚忘记展示这个永诺的基顶闪光灯的这个TM30的参数 所以现在补一下 那可以看到它们的这两个值也都是非常的高 一个99 一个101 然后呢这个圈圈也基本上都贴合着后面的黑圈 所以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值 好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盏呢就是我即将测试的神牛的600瓦秒的影棚闪光灯 那我现在把这个造型灯关掉 好然后我们来影闪一下 好那可以看到这个影棚闪光灯的参数也是同样非常优秀 色温很接近5500K RA达到了98 TLCI达到了100 Delta UV非常非常接近于0 达到了-0.0001 那它光谱呢也和基顶闪光灯的类似 也是一个很全的光谱 没有很明显的哪一个波段的缺失 那同样这个灯管的发光原理也是一样给惰性气体通电发光 所以当我闪它的一瞬间 我会明显感觉到一股热浪袭来 所以它也是基本上和这个热辐射发光的原理是类似的 那CIA同样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我基本上看不到有低于95的数值 然后这个TM30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基本上这个向亮图都贴着这个黑边 那这个逼真度99 饱和度100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参数 而且相比乌斯丹来说 闪光灯的色温又是白光 所以更适合于拍照 它们缺点就是它们并不是一个常亮的光源 所以它们仅仅只能用来拍摄照片 那闪光灯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它在价格上会比LED灯便宜不少 所以大家如果预算有限又仅仅只是拍照的话 我会强烈建议大家使用闪光灯而不是LED灯 好那接下来 我们来讲一下这一盏影视的乌斯灯的光谱 我们来测一下 那可以看到这些参数也都是一个完美的存在 RA和TLCI都达到了将近100 然后呢Delta UV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接近于0的数值 达到了0.0003 那色温是没办法 因为它毕竟是暖光的这个乌斯灯 那光谱相比于蓝光LED灯来说 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顺滑的显示 那可以看到CRI 几乎是全满 就连R12也都是99.2 可以说几乎是超级完美的一个光的品质 然后呢这个TM30也是一个很接近于震源的一个展示 逼真度和饱和度也都是100 好那今天中午我趁太阳很大又出去测了一下阳光 因为中午的话阳光是最强烈的 所以误差也会比较小 那我们可以看到色温大概是5700K左右 然后呢RA和TLCI都非常高 达到了98和100 然后呢Delta UV也是非常非常接近于0 达到了负的0.0001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光谱 那可以看到阳光的光谱也是很饱满的 没有特别缺湿的波段 我们看一下CRI 那可以看到CRI的参数也都非常非常的高 那因为是太阳也是一个热辐射光源 所以它这边所有的参数都很漂亮 然后呢TM30也是一样 99 100圆形也比较接近这个阵源 那通过刚刚一系列测试呢 我得出了几个结论 第一个就是像乌丝灯或者白赤灯 这种通过热辐射来发光的光源 它们的CRI TLCI几乎就是满分 无论是家用的白赤灯泡 还是影视用的乌丝灯 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那这种热辐射光源它几个缺陷呢 第一个就是它的色温是暖白 都是在3000K或者更暖的颜色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发光效率低 基本上只有LED灯的10% 我刚刚那个2000瓦的影视乌丝灯 它的发光效率基本上就等于 200瓦左右的LED灯的发光亮度 还有一个就是它过热 开火就会非常非常的烫 然后再加上它非常的费电 所以目前来说呢 这个乌丝灯慢慢的已经被 这个暖光的LED灯取代了 那接下来我们讲回LED的部分 那基本上Delta UV这个值的重要性 大家应该已经都知道了 所以呢 基本上以后大家挑选就是按照 Ci TLCI Delta UV 还有色温功率这几个参数去挑选LED 那这样子基本上就可以挑选到一个 非常优质的LED灯了 那今天就这样 我们Q教育群在这边欢迎加入讨论 那今天就这边有空来做 I can see you see you will Ci TLCI 扶虚 Six 感谢观看